高雄市環保局多次查獲養豬場排放廢水 現在決定祭出重罰 勒令停業 這個畫面是環保局人員深夜到養豬場去突襲檢查 看到放流口不斷地排放廢水 還傳出陣陣惡臭 大量臟污的廢水就直接污染了點保溪 環保局指出這處養豬場 僅鄰七百多戶的大型社區 兩年多以來已經接獲上百通的投訴電話 累計開罰高達八次 但是最近幾天又傳出陣陣惡臭 所以依法勤結重大者裁罰最高12萬元 並且勒令停業 這是環保局第一次對畜牧業祭出停業令 那麼按照規定 這一家養豬場必須要出清2500頭豬 如果預期就移送法辦 並且依刑法來偵辦